大家好,我是東京走的橋的鮑勃 東京都人口將近1400萬 面積大概是台北市的10倍 第一次在這樣規模的城市旅行 應該可以玩個五天四夜不會膩 但如果你已經來東京好幾次了 會不會想要在旅途中換個心情看無敵海景 參訪日本國寶城池 大Outlet寫拼 仰望壯麗的瀑布 泡個溫泉 欣賞美麗的紅葉 探索深山中的神社 或吃看看當地美食呢? 本集影片Bob就來介紹 從東京出發一兩個多小時 就可以方便到達的景點 安排個兩天以夜遊絕對值得 那我們看下去吧 相信大家都有聽過 宜鬥熱海這兩個地名 這也是東京居民週末很喜歡開車自家要拜訪的地方 自然文化美景非常的豐富 還有世界知名的溫泉 雖然從地圖上看距離東京看起來沒有很近 但其實從品川搭乘新幹線 只需要30分鐘就可以到達熱海 加上租車到伊豆也是蠻方便的 我們這支影片就來一場精彩的兩天一夜遊吧 我們到達第一個景點 伊豆之國全景公園 大概是上午9點左右 名字叫全景公園 大家就知道景色會很美了吧 那事實上也是 我們從三角搭乘全長1.8公里的藍車 海拔往上升452公尺 到了山頂可以全景享受伊豆的美景 雖然拍攝當年是晴天 但很可惜拍攝起來還是有霧霧的 否則搭配富士山欣賞伊豆的景色 應該會更有看頭 我們在山頂上的商店吃一些東西要早餐吧 鮑勃來訪的時候天氣很熱 點個咖啡雙淇淋 邊吃邊看景 悠閒一下真的很不賴 現在時間大概10點半 我們搭乘纜車下山後 回到停車場開車 大概20分鐘的車程 我們來到修善寺溫泉 這裡是伊豆半島歷史最古老的溫泉 也是日本百名湯之一 這裡的景色伊山傍水 是夏木、樹石等等的文人默客 喜歡拜訪的景點 也有很多溫泉飯店 這區也是鮑勃喜歡的日劇 約定的灰姑娘的取景地點 終於大家可以在這邊花個一個小時沿著河畔散步 經過浪漫的跪橋之後 往竹林小徑走過去 雖然人不在京都 但是卻很有藍山的氣氛 最後再走到有1000多年歷史的修善寺 離開修善寺溫泉 現在大概12點 我們開車約25分鐘 來到靜聯瀑布 這個瀑布是日本瀑布百選之一 花點時間從停車場走20分鐘的自然步道 就可以看到瀑布了 由於這裡位於深山中 而且有瀑布跟河流的緣故 讓這裡夏天氣溫最高溫不超過16度 十分的適合避暑 然後也很適合芥末的生長 瀑布本身高25公尺 寬7公尺 靜看非常的壯觀而且清涼 另外這裡也有天成國際尊釣場 大家可以體驗一下邊釣魚邊看瀑布的樂趣喔 也可以順便在他們的茶屋吃個中餐 離開瀑布現在時間大概下午2點 我們這次直接開一個小時左右的車 來到夏田市 夏田市位於伊豆的南部 是一個集結溫泉、海灘、還有歷史的小城市 鮑布這次著重在他的歷史風情 1853年美國黑船來航 造成了江戶幕府松綁鎖國政策 Perry Road就是當時美國海軍準將 馬修培里所走的路 一路上有許多具有歷史風情的建築 很適合拍拍照 這條路上也有很多可愛的咖啡店 鮑布來到了大正時期建造 已經超過100年歷史的古名家咖啡店 草畫房來喝杯茶 吃個下午茶補充一下體力 看看優美的河畔景色 現在時間大概4點半 我們趕天色變暗之前去拜訪今天的最後一個景點 對了,如果覺得行程有點太趕的話 可以在規劃行程的時候挑掉一兩個不喜歡的行程 畢竟出去玩還是玩得開心最重要 我們開車一個小時左右 來到成之起海岸 取材的時候天色有點暗了 還請大家多多見諒 這裡是4000年前左右 大獅山火山噴發流出的岩漿 所創造出來的獨特地形 熔岩峭壁加上大海的景色真的很棒 因為長48公尺的吊橋也是這裡的特色 往下看223公尺就有海波浪 有點巨高震的人走起來應該會真的會怕怕的 那我們今天的行程也在成之起海岸終結束囉 看完成之起海岸天色也晚了 我們就開車回到熱海的飯店 好好吃個晚餐休息一下吧 繼續第二天的行程 第二天早上大概8點45分開車出門 開個10分鐘內我們輕盈點水快速地看第一個景點 哈西立優 這裡與稻厚溫泉 油馬溫泉 列為日本三大古泉之一 距今約有1300年的歷史了 雖然這裡沒有辦法泡湯 但可以看到溫泉源頭 然後走到一旁的足湯 邊泡腳邊看海 離開哈西立優大概9點半 開車10分鐘我們來到MOA美術館 剛好趕上開館時間 這裡是一個收藏眾多歷史文物的美術館 雕刻 書法 日本傳統畫作應有盡有 美術館本身是由世界知名建築事務所 新素材研究所 超刀設計 測試充分利用美麗的光照 讓作品表現出美感 從空間感十足的室內 看出外面可以看到美麗的大海 從室外觀賞建築本身也很棒 另外連接入口到美術館200公尺電幅梯 以及電幅梯到底的直徑20公尺的萬華筒 Project Mapping 也是不可錯過的精彩藝術品 在這裡還有點時間的話 可以去日式庭園散步 離開美術館大概11點半左右 我們開車不到10分鐘 到達萊公神社 這裡是熱海最知名的神社之一 大約有1300年的歷史 這裡是求福祈禱好命的神社 另外繞著高26公尺 周長24公尺 超過2000年樹齡的大張樹 走一圈可以延年益壽 現在時間大概12點半 中餐時間到囉 開車15分鐘內來到熱海的名店 熱海布丁食堂 這家不只只有賣布丁喔 也有正餐 正餐也是用布丁的重要食材 雞蛋所做的歐姆蛋 吃到這個實在的蛋黃 會不會已經讓你開始實質大動了呢 起司歐姆蛋 咖哩起司歐姆蛋 奶有名太子歐姆蛋都讚讚的 當然甜點布丁也好吃 看看真的有夠實在 然後賣相也很好 適合IG打卡 對了 家電的戚風蛋糕也不錯 難怪放假日永遠都有大派長龍 慢慢吃完中餐 現在時間將近2點 我們開車5分鐘左右 來到了IG打卡墊堂 Akao Herb & Rose Garden 是一個有20萬平方公尺的花園 但園區最有名的就是 世界知名設計師魏延武所設計的 Coreda House 咖啡店本身的設計 就像是一棵樹一樣 然後四面都是用玻璃為主 坐在室內或室外吃個茶點 看看海放空一下吧 提到海 就不得不提一下 花園內配上無敵海景的打卡設施 幫你可以拍個下午 離開花園現在下午5點 不泡泡溫泉應該對不起自己吧 我們開車5分鐘 來到Ocean Spa Fua 因為寶寶取材的時間是冬天 所以天色已經暗了 但如果也是春天或秋天的時候來 現在正好是太陽下山的時間 在25公尺長的入天風呂 邊看海邊泡溫泉 順便看日落 到了晚上的時候看著月亮更是浪漫 館內也有很多提供休憩的場所 晚餐就直接在這邊的餐廳享用吧 我們精彩的伊豆熱海二日遊也就這麼結束囉 以上就是東京附近可以兩天一夜遊的行程 希望看完這部影片可以讓你來東京自由行的行程更多元豐富 如果喜歡這種類型的影片 東京自由橋的頻道還有更多行程讓你參考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如果想多多了解包補跟委恩的話 也可以like跟follow我們的Facebook粉絲團 以及Instagram 如果想要更加支持東映走的橋的話 也歡迎加入我們的Youtube會員 讓我們可以拍攝更多種類的影片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